战阶女 私生子 变性人 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特殊人群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同样拥有尊严和权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65岁老人 为了生活沦为战阶女的韩国影片 酒神小姐 片名里有酒神 但是跟酒没关系 小姐倒是真的小姐 女主是一个叫做素英的老年战阶女 孤身一人过着清贫的生活 爱美的素英觉得皮肉生意 比捡垃圾来得体面 平日里就在公园以拉客为生 相比其他同行 素英穿着时尚 气质略升一筹 一来二去 有些客人便睡成了朋友 谁料自己却患上了性病 对她而言这就是灾难 医生欧巴还没来得及开药 就被一个女人当胸插了一剪刀 吓得素英落荒而逃 就在这时女人冲了出来 对着男孩大叫快跑 素英得知男孩是女人和医生欧巴的私生子 原来医生早年留学时对女人使乱中气 女人带着孩子来找他 可男人已有新的家事 女人一气之下才刺伤了他 素英担心小孩出事便带回了自己家 说是家其实是出租屋 房东是靠跳舞为生的美艳变性人提纳 另外一位租客是靠制作手办为生的残疾人道勋 三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只能相互取暖 看似破烂的房子却是三个人的避风港 小孩的出现填补了素英内心最缺失的一块 原来他在美国部队当杨公主时 和一位黑人士兵同居生下过一个孩子 被黑人抛弃的素英 无力抚养便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小孩让他想起了自己没有缘分的孩子 他想通过照顾小孩来弥补自己作为母亲的遗憾 平日里工作时就把小孩交给道勋和提纳照顾 提纳时不时的都会带不同的男人回来过夜 素英只能用两包烟作为酬劳 拜托道勋照顾小孩 不曾想自己工作回来发现小孩走失了 最终在一家便利店找到了小孩 店主是菲律宾人 他告诉素英孩子叫民号 虽是同胞却不愿意收留孩子 只是送了一包零食 叮嘱一番便下了逐客令 四日素英带着民号去监狱看望被关押的民号妈 毕竟没有经过抚养人的同意 这样的收留是违法的 民号妈同意并感谢素英能够收留民号 随后素英便带着民号一起出去工作 这一天就遇到了一个老主顾 素英委托旅馆老板照顾民号 自己便清抽熟路地开始工作 这时却接到旅馆老板的紧急通知 就在和警察擦肩而过之时 素英拉着民号的手嘴里说着 咱们回家 在孩子的掩护下 他们顺利离开了旅馆 在这个不大的城市中 不仅警察在关心着这群小姐 同样还有聚焦社会热点的青年导演 这天素英遇到了一个正直的闷骚男 有如往常一样 素英打算开始进行服务 闷骚男却先要深入畅谈一番 原来她想通过摄像机来曝光素英的工作 一气之下的素英要来防备夺门而出 而患病一事又被同行得知大肆宣扬 生意本来就难做的素英 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的她只能离开之前的公园重新开始 途中她遇到了自己以前的老相好再遇 两人匆忙聊了几句 便约定改日再续 素英来到了更远的公园 刚找到一个目标却被对方骂了一顿 素英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长凳上她发现一个老人静静地坐着 素英便走上前去熟练地牵起对方的手 不巧老人的妻子正好过来看到了素英 更为细虐的是 对方还是自己曾经的旧相识 她俩曾经在美国部队一起当洋公主 而人家却从良了 自己却还在为了生活不停奔波 素英觉得很尴尬 便找了借口匆匆离去 春去秋来天色渐冷 这天在雨和素英相约公园续旧 他们了解了曾经对自己出手阔绰 还小有洁癖的富豪老宋 老宋因为中风瘫痪被儿女扔进医院 生活不能自理 听到这里素英决定去医院看望她 却不想刚到医院 就碰到了老宋儿孙一家 原来他们早已移民美国 孙子孙女对爷爷也是一脸嫌弃 简单的慰问便准备起身离开 临走前儿媳还警告素英 别想有所企图 曾经的富豪老板如今却摊在床上 苟延残喘 面对冷漠的亲人 老宋祈求素英能够帮助自己解脱 看着老宋浑浊双眼中的绝望和麻木 也许没人比她更懂此番孤独的滋味 在夜半无人的病床上 素英为老宋喝下了自己买来的杀虫药 神情恍惚的素英 把害死老宋一事告诉了赞宇 一旁的赞宇听后哀伤的同时 却认同素英的做法 毕竟老宋在孩子们眼里就是累赘 因此连死亡检查都没有做 便草草安葬了 赞宇又带上素英 去看望当年满口操化的忠秀 他患上了老年痴呆 整个人都变得阴暗胆小 清醒的时候以泪洗面 犯病时却痛苦不堪 忠秀在得知了老宋的时候 今夜拜托素英送走他一程 这天他们三人一起登上山峰 忠秀希望可以在山顶上仰望天空 然后回归大地 看着眼前浩荡的景色 忠秀欣慰地回头示意 素英动手 看着忠秀坚定的眼神和即将解脱的神情 素英沉默了几秒 还是帮了他一把 那一刻的忠秀 游如自由的小鸟 飞入山间深处 接二连三地送走朋友 使得素英的精神越来越恍惚 赞宇看到解脱的老友 自己也心生离世的想法 这天他约素英来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素英隐约察觉到了异样 看着赞宇有说咬笑 饭后的赞宇又定了一间 可以俯看首尔全景的豪华包间 素英像往常一样 习惯性地让对方先去洗澡 赞宇却拿起一罐啤酒坐了下来 和素英诉说 这些年自己的孤独和无助 他燃起过多次自杀的念头 最终都没有勇气一个人离去 这次约素英出来 就是希望他能够陪伴自己最后一程 话音刚落 赞宇就给了素英两颗暗门药 让他服下 自己就着啤酒 把剩余的全部吞了下去 次日清晨看到身旁的赞宇 安详地离去 好在赞宇把毕生积蓄 都留给了素英 可去世的人一了百了 活着的人却要日日诛心 素英红着眼眶 带着这笔钱来到了寺庙 他抽出两张 把剩余的全部塞进了功德香 然后双手合十 默默祈祷 愿上天保佑那些老朋友 在天堂相聚 不再孤单 松泽勒友人 素英又遇到了之前的青年导演 这次的素英 世然地接受了访问 借着醉意 素英跟他讲了一个 老年战监女的经历 事后青年拿出一部分钱 给素英当做酬劳 素英接过钱 便起身来到了炸鸡店 这时他看到了 坐在窗前的美国大兵 素英不自觉地 走了过去与他攀谈 大兵告诉他 自己的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韩国人 从小被亲生父母 一气济养长大 素英像着了魔士地 不停追问 他在良想 这个男孩 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待他提上炸鸡 追出去后 发现大兵 已经坐车离去 素英知道 自己的时日不多 便用剩下的钱买了玩具 送给民号 还邀请同住的提娜和道勋 一起出游吃烧烤 饭桌前 电视里播放了一条新闻 内容是战监女 为了钱财 引诱老人 喝药自尽 素英知道 该来的总会来 没有人知道真相 也没有人愿意去了解真相 这次的交友 就当作是磁性吧 当天晚上 风情万种的提娜 在台上表演 此时的警察 带走了素英 他却一副释然的样子 没有解释 也没有悲伤 便随警察上了车 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 素英平静地问道 我能春天再去坐牢吗 我太怕冷了 随行的警察笑了笑 没有回答他 素英又喃喃自语 至少在监狱 有地方住 还不用担心一日三餐 但他终究没有等到 来年春天便孤独死去 镜头最后 定在了他的骨灰盒上 神度人 可是没有人见过神 他度了人 却无人度他 好在结局 导演让他不用再孤独了 因为旁边 有无数个骨灰盒陪着他 影片展现了一群 不被社会接纳的特殊人群 他们为了生存 抛弃村严 活出了自己的傲骨 同时也展现了 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 对于老年人而言 性生活 只是老友所依的表象 真正能够抚慰他们内心的 只有亲人的陪伴 理解和关怀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是丽姐 我们下期再见